三藩市光天化日 84岁长者当街遭袭击致死 警方呼吁居民帮助 上周四 一名84岁长者在三藩市 靠近Ezza Vista附近 被一男子大力冲撞袭击后致死 就在昨日 三藩市警方证实 他们已经在本周六晚8点45分 获得搜查令 调查了Daily City, Lisbon街500号的房屋 在那里逮捕了疑犯 19岁的Anton Watson 他被指控谋杀罪 虐待长者 以及使用致命武器 袭击他人等多项罪名 随后 警方还逮捕了Watson另外一位同伙 20岁的Malitia Gu 袭击事件具体发生在上周四8点半 警方接到报警电话 急救人员赶到现场 发现受害者84岁的长者 泰国人Vichar Rana Pekdi 躺在Inza Vista 加Fortuna大道的人行道上 医护人员紧急将伤者送往医院救治 但两天后由于伤势过重 不治身亡 目前警方虽然已经逮捕疑犯 但是这起案件仍在调查当中 警方也呼吁任何有线索的居民 拨打电话 电话是415-575-4444 天下卫视记者陈鸿佳报道